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现在是我们的动作讲解 首先是先看看我们的这个擒拿法是怎么样的擒拿 如果你所看到的整个动作是在擒拿的时候 我这只手抓董教练的拿到的这个地方 我的手是从上面跨到下面去 然后抓一个四号锁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会跨 然后我会跨上董教练的后面 我的脚这样旋过去 旋过去的 旋过去 然后我的肩膀 会把董教练的肩膀压下来 同时我这只手 会跟这只手配合 把董教练的手肘往下压 所以往上提 所以这边肩膀是压 那个手肘跟这个手是提 然后我的脚是旋的 所以三个地方 然后脚旋 肩膀压 手肘 提 在这个过程当中 把董教练带到地上去 然后再带到地上去 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要注意的 就是我的肩膀一定要使命的压 然后这边才再往上提 所以整个动作是 对了 整个动作是在拉 董教练的手肘 然后用这个 这边压 这边提 然后再如果这个人有刀的 这个手这边有剥刀的时候呢 我们会怎么做呢 我们会用我们的脚 把他提 按下 你可以勾他走 如果你有穿鞋的话呢 你可以跟他 勾掉 不然的话呢 你可以 踩着 然后跟他爬上来 通常你这样提上去嘛 提 然后你的脚跟他 踩 好 现在就换角度 这一个 跨过去 肩膀按 手走提 身体 所以脚弦过去 躲掉了你的身体旁边 然后按下 在做这个动作 所以一定要小心啊 你的朋友在跟你配合的时候 千万不要大大力 你这样跟他压下去 然后肩膀继续按 手跟他提上 所以轻轻地在开始 肩膀按 手跟他提上 好 然后这个时候 脚 刀拆掉 然后尽量把刀拾开 别怕放到很靠近 好 现在跟你们讲一些 这整个过程的运用方法 第一个 其实当人家有刀的时候 能够不打就打 所以第二个是 防刀的时候 你的手 通常是 如果一本方法拿到 找到任何武器来帮你的话 你的防的方法就是这样子 万一不小心人家割到你 最怕只能割到一 二 跟上面这边 所以很多用刀的 他们会切的是 你的大动脉 有些时候 他们喜欢切这一袋 因为这一袋 会让你流血 然后进眼睛 人家看不到 人家说 防刀的时候 我们就会这样子 千万不要手伸出去 这样 按那个场 所以突然这样 对 所以能够的话去拿 椅子啊 拿垃圾桶 拿各种各样的武器来帮你 好 不然的话就是 这样 有的人甚至会说 拿外套 把这边先扎起来 然后一只手是顶的 然后一只手就直接 攻他的要害 眼睛 耳朵 喉解 还是下距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董教练是往这边伸出来 所以这个时候 就要快速的 直接从眼睛冲 因为真正的 人家在街头 用刀封你 不会是这样 一刀就算 他们是这样 挤到蒙桶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当我 顶部去的时候 眼睛脱下去的时候呢 我的手要不断 因为董教练会把手 因为 对 他们会有这样的动作 好 所以 我要继续把它推往后面 好 而且脱眼睛肯定要的 然后 然后 抓 转 然后这个时候进行 那个肩膀压 走走踢 然后把它带到 立上去的动作 好 所以记得在琴拉的前方 前面的动作 一定要 攻击要害 好 现在为你们讲 第二个动作 第一个动作 董教练的刀 从上面滑下来 好 那刀从上面滑下来的时候呢 我现在是用 另外一只手 跟刚才的动作 等下会跟刚才的动作 很接近 好 所以你们看 顶这边过去 然后因为我先顶到了 我不可以把它放开 不然它刀会从这一边切过来 所以通常呢 它刀这样 通向前 扣着 扣着 所以董教练的刀 如果要滑下来 就比当了 这个时候可能有人会问 像教练他会换手啊 这些 其实你的动作 你要保护自己的动作 同样的要很快 好 所以因为那吃换手 爽慢了 所以 顶了 上过来 好 所以 这个动作 顶 接着 在这个过程当中 记得 用你的 你的 膝盖 马上 往他的下盘 蹦 撞过去 然后 脚 跨 向董教练的 后面 然后把董教练 带下 在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再带下呢 他 拉着对方的收拾 我的 这个 这只脚 会把董教练的身体 往前挪 然后我这个手 会往后 转 形成让董教练 行人很不舒服的感觉 那有些时候呢 如果 要比较 让对方比较不舒服的话 我们甚至会 这只脚 会跨向这里 好 好 所以现在这个顶法 同样 第一个你要照顾自己 然后第二个刀 划过来 顶的时候记得 顶 刀如果你真的需要去顶 那个人的时候 你千万不能够 这样子顶 看到我的腰骨吗 这是不对的 对了 所以你要 腰骨放这样 用身体冲向前 用身体冲向前 然后在腰向前的过程当中呢 这只手 牵它过来 膝盖 然后把 脚也按下 脚 可以推 甚至是可以 压下去 压的时候呢 我们压在哪里呢 肋骨的这一个 肋骨的这一个 这些 扶上来的 地方 膝盖给它按着推 如果真正的时候 可以按很大力 然后手 跟它往后扭 如果你要把刀放下的时候 你把它的刀 按在地上 然后用脚踩着 好 现在为大家讲解的是 第一个动作 跟第二个动作 如何的循环使用 好 今天董家来 如果是从 前方 这样刀刺过来 同样的 擦了 董家的眼睛之后呢 划旁边 把手扶着 当我往下跨下去的时候 我却发现 对了董家来 这样拉扯的动作 好 我们这样一拉 董家来拉扯的动作 我把它换成是第二个动作 现在呢 如果你要做第二 然后对方有一个动作 如果想往前推的时候呢 你就做回第一 比方说像董家来往上 这个 碰 你拉过去的时候 它拉回来 你就从第二 转成第一 好 最重要的就是 懂了这种防身术的时候 要勤加练习 然后碰到危险的时候 应该怎么做呢 对不对 碰到危险的时候 第一个呢 是可以迅速的 逃离线 如果不行 然后才做第二种方法 就是 如果去看这个 资料老师的这种课程 然后去保护自己 嗯 对 然后记得 当你在做完防身术的时候 以后来你一定要报警 然后如果你伤了对方很重的话 一定要把它消去 这是真正的防身术 背后要做的 之后要做的那些动作 对 好 在看我们的视频之后 想要看更多视频的话 应该去 呼呼着官方 还可以去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那有份的知识可以付上 对 那如果任何问题的话 可以直接私信给我们 好 我们下一期再见 你